大家好,我是Vika 我说过的我们刚才的这个活动即将要开始 今天我们几个要去挑选这个酱皮 那边就是我们镇拉 从我们的出来一直往西那走 直走就是镇 这样往后拐才是曲奇的路 这个是为签出第二名的这个奖品 结账 看看一等奖的奖品 看看有什么电器或者是什么东西 买一些实用的东西 来电器看看 比较实用 可以便宜一点吗 这个 这就是我们特价了 这就是我们特价了 240 240 我们还买了两个蒸鸡蛋的呢 那那个也是 那你要两个我才有一个75 一个给你的 然后那个最低的话我们都是85的 给你一个上10块钱 那让不了了一定给的就最低价了 好 140个要两个 哪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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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140可来不了 140的话买两个 你看都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那都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那买了的话就给你了 给我们老板 看看他在平 嗯 我把刀给你拿上了 哈哈哈 140给你拿了 我们老板说了 吃得定个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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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 你管 我不是 那都买了 你买了 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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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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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继续选 因为 这次的比赛项目多 所以要奖励的 这个名字也多 我们选到现在 已经下午2点多了 买了好多东西 准备结账 现在买的差不多了 给知识问答的比赛 一二三等奖 都买了书 不同的价格 这些都是关于历史的 游牧文化的 这种树 现在在五金店的门口 他们去买拔河的绳子去了 我没下去有点累 看我们东西都买好了 都装上了 现在准备回家 现在准备回家 我没有了 我们下午3个月 到晚前 我回答的 我们下午3个月